我是劉奶爸 这一节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之前一直讲说 Webly的这一个驾站平台虽然很简单很好用 但是如果你要驾设购物车网站的话 不要使用它的购物车 是因为我们是住在台湾的关系 如果你今天是住在香港 或者是你今天是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那你可以用它里面的这些结账系统 比如说Stripe 那Stripe在台湾的居民是没有办法申请的 如果你是美国或者是我 或者是我刚才讲的那几个地方都是可以的 但是它就是不支援台湾地区 然后这个Authorize.net 这个也是台湾不支援 那只有一个是我之前讲过的 就是PayPal PayPal是有支援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是Stripe 当然如果你在美国有开公司的话 当然是可以由美国公司去申请Stripe 那就可以 那它里面的这个交易是每一笔要1.4%到2.9% 还要再加2块钱的美金 然后7天之后会存入金额 就是说你刷卡 客户刷卡之后7天你才能够拿到钱 到你的账户 Stripe这个账户里面去 那而且Webillic还要再抽3% 除非你去移除此项目点击一下 它就会去升级 升级成这个付费版本的Webillic 那它就可以少扣这个3% 那这个是一定要扣的 这个是1.4%到2.9%之间 然后每笔2块钱 这是一定要扣的 那这边有一个连接 就代表说现在这是一个免费的Webillic的账号 你一样可以使用这个Stripe金额 但是就是会被扣3%就对了 所以它有这个连接 那另外如果你要用这个authorized.net 或者是PayPal的话呢 它这边就是一个升级按钮 而不是连接按钮 就代表说 你一定要升级成付费版的Webillic 你才可以去串接这个authorized.net 或者是这个PayPal 那如果是我们台湾的话 你这个authorized.net 也是没办法申请的 那PayPal是OK的 所以如果你是要做国外的生意 就是要外销 那有国外的人使用PayPal付款给你 这是OK的 但是如果是台湾人付款给你的话 这是不行的 因为这是已经规定的 中华民国政府规定了 所以PayPal那边有限制 就是你台湾账户之间 用PayPal去互相付费的话 是无法付费的 无法支付的 所以Webillic的金流就只有这三种 它也没有办法再自己去上传 这个串接我们的 我们的蓝星科技 这之前的支付通 或者是绿界的金流系统 都不行的 所以我才会说 为什么如果你要用购物车平台的话 就不建议你在Webillic使用 但是如果你要用ES网站 或者是你要做专业的官方网站 用Webillic都是非常OK的 速度也蛮快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